主日三分钟 圣约室年 教宗方济角木贤以父亲的心专册 第四册 温良慈爱的父亲 教宗方济角在以父亲的心木贤 指出大圣约室是一位温良慈爱的父亲 约室 看着耶稣一天一天 在智慧和新娘上 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成长 如同上主 怎样对待以色列文 约室 亦都怎样去对待耶稣 约室 祂教导他 卖布 牵着他的手 有如高举婴儿 到自己面甲的父亲 苦身 喂养他 在约室身上 耶稣看到天主的池爱 就如父亲 怎样怜爱自己的女儿 上主 也怎样怜爱敬畏自己的人们 在会堂 以圣命祈祷的时候 约室一次 又一次听到以色列的天主 是一位温良的天主 天主对待万有 温和善良 对他的受造物 仁爱慈祥 救恩时 借着我们的软弱 在绝望之中 怀着希望 得以实现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天主 只是在我们优秀之处工作 其实 在现实之中 天主大部分的计划 他教导我们 需要学习 以深刻的温良 去接纳我们的圆弱 他说 魔鬼使我们以负面的批判 去看自己的脆弱 而圣神 则将他带往温良的光 温良 是接触我们内在脆弱的最佳方式 指责 和判断别人 往往是表露我们 无能力接受自己的软弱 和弱点 温良 能够将我们从控告者的罗网之中 拯救出来 如此说明 与天主的慈爱 相遇的重要性 尤其是 在修和圣誓之中 经验到天主的真理 和慈爱 而来自天主的真理 并不是谴责 而是接纳 怀抱 支持 和宽恕 而真理 总是好像耶稣比喻中的慈父 向我们展示 他亲自前来迎接 恢复我们的尊严 让我们重新振作 并为我们欢恩鼓舞 就如那父亲所说 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了 天主的旨意 历史 和计划 甚至是透过约室的恐惧而工作 由此 大圣约室教导我们 信靠天主 包括相信 祂能够在我们的恐惧 脆弱 和软弱之中工作 药室 同时也教导我们 在生命的暴风骤雨之中 不要害怕让天主掌托 有时 我们想完全掌控 但是天主的视野总是更广大 都让我们从大圣约室身上 学习温良与慈爱 在绝望之中 怀着希望 让我们一起 向大圣约室呼求 万福 属世主的守护者 同经 圣母 玛利亚的正配 天主 下他的独身子 托付于你 你的正配 玛利亚 信赖你 因你的合作 基督降生成人 大圣约室 请向我们显示你 也是我们的父亲 并在人生的旅途上 引领我们 请为我们 奇获恩宠 慈悲 和勇气 并保护我们 免于一切凶恶 阿满